弟兄姐妹您好 很高兴我们能够进入到诗篇的灵修的系列的里面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149、150 也是一样是哈利路亚诗篇 开始跟结语都是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为什么把这两篇放在一起呢 我相信在编辑群的安排里面 因为这两篇的相似性非常的高 都是说到什么呢 要跳舞赞美他 几鼓弹琴赞美他 用脚声赞美他 用鼓舌弹琴赞美他 几鼓跳舞赞美他 诗弦乐器 消的声音赞美他 大响的拔赞美他 用高声的拔赞美他 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148篇呢 天上的受造物 还有地上的受造物都要来送赞这位造物的主 那我们进入到149 150的时候呢 也请各位先大声的个人朗读 那朗读之后呢 你可能在看的时候 在听的时候 可能更有味道 诗篇本来就是可以用唱的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呢 已经没有办法找到当时代的曲调 那当时我们感谢主 因为有历史历代以来 有很多的基督徒呢 他们就针对诗篇 他们进行诗歌的创作等等这些 那包括我们所谓的经文诗歌 那就帮助我们 唱完那个经文诗歌 就等于可以把那一篇诗篇 或者那几节的经文也把它背下来了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来把背诵诗篇 那诗篇149 150 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 所以当我在预备诗篇 比如说昨天的148 149 150的时候呢 其实我看到的是 整个的大地 整个的宇宙万物 就是一个交响乐团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的杂音 我们会受不了 但是呢你听到流水声 瀑布的声音 海浪的声音 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觉得很刺 反而觉得说 还是不错很好听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上帝 他的创造 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 那交响乐的话呢 就像我们的交响乐团 在演奏不同的乐器呢 做出不同的一些的音乐 音符 整个在指挥的带领下呢 其实所做出的音乐是非常的和谐 所以不论怎么样呢 当我们在看这些诗篇的时候呢 我看到宇宙万物 像天上的星星月亮 或者说野地的花等等这些 都不断地在颂赞这位主 他们在演奏一个交响乐 再加上地上的 更是一个更美更大的一个交响乐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稍微的感受的 所以149、150也让我们看到 用任何的乐器 我们都可以来颂赞 所以这边说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民的会众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而快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欢庆的一个诗篇 要颂赞 为什么颂赞 因为造物主的关系 因为他创造 他造了我们 我们要感谢 那特别是有人说 我们要常常唱新歌 更多的颂赞 更多的颂赞 不断地去颂赞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150篇也告诉我们 在神的圣所 要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尝赞美他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来敬拜 我们在任何的地方 我们在野外 户外 我们仍然可以去敬拜 我们看到野地的话 我们看到神的创造 在地上的所有的受造物 也都在发出赞美的一个声音 诗篇150篇 我给各位一个功课 进入到影音的一些的网站 去搜寻 去找一个诗篇150篇的一个敬拜 一个颂赞 来作为一个诗篇的一个结束 我个人非常喜欢 我从小就喜欢诗篇150篇的一个华人的一个曲风的一个颂赞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找到的版本 他没有唱 但是他有钢琴的弹奏 然后他也可以放出 把那个字按着钢琴的那个旋律的音 把那个字 你们当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从他赞美他 配合那个旋律伴奏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赞美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用唱的 也可以跟着来唱 特别是诗篇150篇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任何的乐器来颂赞 我们感谢 所以应造的主感谢 唱新歌 我们要跟像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民的会中赞美 我想我们无处不在的都要赞美 因为神是配得我们颂赞的 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从第一篇一直到150篇 但我们最近只看到141篇到150篇 整个的诗篇都是精心编辑的 那是带有一个目的性的一个颂赞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能够常常的颂赞 常常用各样的乐器来颂赞的 几鼓弹琴 然后跳舞赞美等等 所以在哪里赞美呢 在圣所赞美 在他显能力的穷昌赞美 所以150篇的这些用脚声赞美 用鼓舌弹琴赞美 几鼓跳舞赞美 用诗篇的乐器和销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拔赞美他 用高声的拔赞美他 我非常羡慕会弹琴 会敬拜会唱歌的 因为很自然的 他们很容易去敬拜 但是我们不会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听的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我们一样可以来发出我们的颂赞 还记得我特别提到说 野地的花不种也不收 等等这些 那其实人能够把最美的呈现出来 我们可以发出我们的颂赞 活出生命的色彩 把神所创造更美的 完整的呈现出来 我相信这种的生命 就是对神的一种的颂赞 我们人也是一种的颂赞 星星 星宿 月亮 太阳 宇宙 万物都是一种的颂赞 所以我们人不断地呈现最美的生命的时候 讨神喜悦的生命的时候 我相信配合这些乐器 都是一种的颂赞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记住 150篇的最后一节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伊和华 我们不能说我不要赞美 其实我们应该都是一个赞美的人生 是一个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诉说神的恩典 也能够诉说神 对神的颂赞 祂的属性等等 我们应当跟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种子是野地的花 还有宇宙万物是月亮星宿 我们一起的发生 这是一个宇宙的一个交响乐 不是一个乐团的交响乐 是宇宙的交响乐 发出那个颂赞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诗篇 149、150篇 主啊是的 我们要呼应像148篇所说的 呼召天上的万物 地上的万物 所有的受造物 我们都要发出对主祢的颂赞 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最美的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宇宙的一个交响乐 让我们能够把最美的生命呈现出来 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逃你喜悦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是不断茁壮 不断成长的一个生命 主啊 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一起的不只是一个教会 全世界的教会 普世的教会 我们都能够发出 和神里心意的一个颂赞 一个交响乐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请不吝点赞